請問一下說目前是什麼案子嗎 請請進行公電案嗎 檢調人員一語不發 搬著三大箱證物 以及一台電腦主機 從國民黨立委政天才辦公室離開 有查到什麼樣的證據嗎 27號上午 北檢趁著立法院修會 突襲搜索政天才辦公室 及住所等多個地點 並約談他本人到案 原有恐怕跟他的前執行長 張騰龍脫不了關係 去年檢調整辦雲林綠電案 查出有廠商透過張騰龍 行為時任營建署組長的張知名 進而取得標案 不法獲利超過7500萬元 後來雙雙被一貪污罪起訴 當時政天才說完全不知情 但檢調疑似找到新市政 時隔一年再搜索他的辦公室 政天才以被告身份找檢方約談 穿穿藍色襯衫戴著口罩 週二深夜法官判定 政天才以200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海出境 檢調查辦應基於事實依法偵辦 誤網誤蹤 由於檢調目前為對外說明 具體的查辦內容 我們呼籲外界應避免過多的揣測 國民黨回應誤網誤蹤 今年67歲的政天才 台大法律系畢業 是四連霸的平地原住民立委 如今是捲進收賄案 捲向維科 有待 處罰明清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